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所以我叫远远而谈 好 算你说的对 那贺斌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这个进展的 这个远远而谈 大概是你的首创吧 这还是版权所有啊 那我们言归正传 我们还是在谈之前呢 按惯例呢 我们还是先放一段场景 请大家看一看 一起来看看 哎 你怎么那么巧 在这看着你了 对呀 我们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最近怎么样挺好吧 哎 你这么回事呗 这么多人怎么回事这是 哎呀 你还不知道呢 今天是庆祝一千一百万 退党集会大游行 就这样啊 我们一起参加参加 退党集会游行 你们这些人也真是的 还是不是中国人啊你们 就这么不爱国啊 哎 你先别急 我跟你说 退党可不等于不爱国呀 来让我们一起 听别人怎么说的 什么什么什么 你们在国外就这么搞 中国人也都让你们丢进了 这不是反华是什么呀 哎 我们在海外啊 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 就是呢 他这些 总是有很多人啊 他就把中共和中国等同起来 那么看到有些人批评中共呢 他又是说你是反华 哎 不过我也看到过一些场合 打出这样的标语啊 他叫做中共不等于中国 这样的横幅我也看到 那贺斌先生 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 我先给大家讲一些 讲点故事啊 就是每次现在这个中共的领导人出访啊 现在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道景观吧 就是这个抗议人群 这个还有这个欢迎人群 那个这次呢 胡锦涛这个访问这个美国呢 在白宫前面也是这样子啊 然后我到那个欢迎队友里头去看啊 就看到那个有那个西方媒体啊 来采访这个欢迎队伍的这个组织者 采访了两个人 两个人说的话呢 都大同小异啊 那么首先那个是问他 你们为什么要来来欢迎呢 他们当时讲了哈 这个现在这个 这个共产党啊 把这个国家搞得多么好啊 说这个全国人民生活都好了啊 当时我在听这话的时候 我在想啊 这个那那个那些受迫害的那些人 就对面站的那些抗议人群的人 他们算不成中国人民呢 当然他接着往下问 他就说那个西方记者 他就问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问题嘛 你比如他就问 他说你看对面呢 有这个两千多人的那个抗议队伍啊 他就问这个这个欢迎队伍的组织者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那么这个欢迎队伍的组织者呢 他就说了两点 他第一点呢 他就说我对他们表达的这个诉求啊 这个迫害啊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 我不知道不清楚 那么第二点呢 他就说呢 他说中国领导人来访啊 是一个很这个这个happy time 就是说是一个很这个高兴的时刻 在这个时候呢 抗议这个领导人呢 是不合时宜的 当时我听到就觉得很可笑啊 就是说 那么你觉得现在不来抗议的话 那你就你给这些抗议的人 给出一个时候 他们什么时候去抗议 就是说才算是合时宜 对吧 你知道在中国大陆 你根本就没有机会 去见这个中国领导人 去向他们提出这个意见 对吧 好不容易来到这个西方世界的话 大家有这个有这个机会 因为在民主社会嘛 有机会去抗议 那么他还说这个是不合时宜的 这就是我观察到的这个抗议人群呢 他们的一种心态 外人的人群呢 他觉得他是基于爱国的一种心理嘛 他觉得现在中国现在发展了 这个国际地位提高了 他为了表达他的爱国热情嘛 他就来这个欢迎这个 中共这个领导人 那么对于抗议的人群来讲的话呢 他们 因为他也是因为觉得 中共在这么多年执政当中 干了犯了很多错误 干了很多坏事 那么他们是代表着那种 被压制的人群 来为他们发出声音 他们呢就是说 也是基于爱国的心理 那何兵先生呢 就是说 双方都是基于爱国的心理 是吧 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 这个欢迎对付的人呢 他总习惯于把这个 来抗议对付的人呢 因为抗议对付 他是抗议这个中共嘛 他总觉得 他们就是在这个访华 所以说呢 这个抗议的人呢 就提出了一个观点 就是说 中共不等于中国 就是我先来抗议这个 中共干的坏事 对吧 我跟这个中国没有关系 而且他正是为了帮助这个中国 就是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对吧 能够改正 修正 过去干的一些措施 那才来做这些事情的 所以他就讲了 就是中共不等于中国 就等于说是抗议人群呢 就是你们不要把这个 爱国呢 就当成了爱党 这个 反共呢 就等于是反华 就等于把这个观点给他们提出来了 那贺斌先生 您刚才讲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不过呢 我刚才听了半天 这里边好像有太多的概念在里头 你比如说有这个国家呀 中国呀 还有政府 另外还有这个爱党 爱国 还有这个叫反党 反党 对 还有反华 对太多的概念在里边了 我稍微有点糊涂了 能不能比较具体的讲一讲呢 那我先给你 就先说这个国家 在这个维基白科全书上面 你到网站上去查的话 你会查到这个关于国家的一种定义 看着这个国际通行的规则的话 他国家呢 包括人口 领土 这个政府和发展跟他国的关系 就这么一个框架吧 那么这是国际通用的一种定义 而中共呢 我们从大陆出来的人都知道 你从小到大 这个教科书上 他告诉你的都是 这个国家机器呢 它是一个阶级 镇压这个另一个阶级的这种机器 工具 是暴力工具 所以他整个把这个国家的概念给扭曲了 他的出发点都不是为了来管理 把国家管理好 然后为人民谋福利 他根本就没有这概念 他就是说就是一个统治阶级 拿来这个 用来这个镇压 这个被统治阶级的这种暴力工具 真的好像当时在大陆的时候 政治书上是有这样的说法 中学的政治书 事实上你他从这个道理上来讲的话呢 这个政府跟国家 它确实是两个概念 你比如在这个美国 在西方社会 你可以不喜欢这个政府 就比如说你 他代表了这个共和党的政府 你可以不喜欢他 很多人是不喜欢他 骂他 但是这并不表示 就是说这些人呢 就不爱美国 实际上这些人 他也都是非常爱美国的吧 国各一想 大家都把手放在这个心脏上 就说哎呀 常常是这个热泪盈眶 就他们是很爱国的 也不能因为说你爱国 你就不可以批评政府 就是说 这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可是在中国来讲的话呢 这个中共啊 他就把这个国家跟这个政府啊 就是中共啊 这个混淆到一起 你要是 你要是这个爱国的话 他就会利用这个 你的爱国热情呢 就变成了这个拥护党 他自然的就是 他前台子就是 你爱国就是在拥护党 所以你要是这个反 就是说 要是反对这个中共的做法的话 就是觉得你就是在这个 反对这个政府 反对这个国家 所以这就是 这个被扭曲的一些地方吧 那何斌先生 我有个问题啊 就是中共他现在 他虽然不是民选政府啊 但是呢 他也毕竟是现在的执政党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他究竟代不代表中国呢 这可以分几个方面来讲啊 比如说第一 就是说中共他 他一直有一个统治啊 他有个合法性的问题 因为他这个是靠 通过这种武力啊 夺取这个政权的 所以他是不是这个 老百姓这个选出来的 特别是在当今这个 这个国家啊 都是这个世界潮流 都是这个民主潮流嘛 所以他这么多年来 执政了这么多年下来 他一直没有走到这个民选啊 一直还是搞这个这个专制啊 所以他是对这个合法性上啊 他是缺乏这个天然的这个合法性 所以呢 他就是没有这个群众基础 这是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说你如果说 即使是这样的话 你如果能把这个国家管理好 能够真的为国家和民主 老百姓的利益着想的话呢 可能老百姓也就认可你 但是呢 这个党的目标呢 或这个国家的目标啊 他常常是不一致的 为什么呢 这个党啊 他在早期的时候 共产党啊 他是搞这个共产主义啊 这个就搞这个国际 共产国际 那后来呢 就是搞这个输出革命 到最现在呢 因为这个共产主义 在全世界都破产了 他这个共产党就演变成一个 他的集团利益的这个维护者 就是说他 他这个维护这个党啊 他只是 就是为了维护他 各他们这个 就是中共这个个人 和他们这个集团的这个利益 所以现在你看就是这个 钱啊 权啊 就变成这种东西 所以他的目标 而老百姓的目标呢 是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所以 跟共产党想的完全是两码事 关键问题是 现在是中国现在有很多的 这种既得利益者 但是呢 也有更多的这种 利益受到这种损害的人 但是呢 贺斌先生 我想有些人可能也不认同 你这个看法 因为 你说了一些现象 但是有些人就会说 说不管中共的 他这个利益取向 到底是怎么样的 是维护自己啊 还是怎么样 但是客观上的整体上 好像这个中国 现在这个大陆的经济啊 发展也挺快啊 是吧 GDP啊什么的 提高的也很快 那么 确实很多人也富起来了 现在可以买车呀 买什么的 是吧 确实是这样 那他就认为 如果客观现象是这样的话 那中共他就可以代表这个中国了 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就是我要讲的这个第三点 实际上这一点是非常有这个蒙蔽性 实际上这个所有的中共啊 他赖以这个重合的这种 所有的合法性啊 还有老百姓的所谓的拥护啊 包括欢迎对武器 欢迎呢 表达他的爱国热情呢 很大程度上 都是基于这二三十年来 他的改革开放啊 所谓的这个成果 但实际上我们要 要很准确的 要看到这件事情的话 你就会发现 他的改革开放呢 他是因为共产党 他到了一种不改 就会往党的地步 他才就是被迫走的这条路 他要搞这个改革开放 对吧 这也是大家的共识 是共产党自己也承认的 对吧 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时候 那么他这个改革开放 他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呢 他走了一条这种 后发劣势的路 什么叫后发劣势呢 就是说 落后国家 要学习先进国家的话 用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呢 你就是学习他的先进的制度 有了先进的制度以后呢 再搞这个先进的 再把经济啊 科技啊什么都搞起来 这是一种 他就会产生后发优势 因为人家的制度啊 是经过多少年 这种磨练出来的嘛 他这种后发优势 就是说 我可以后天去学 我可以学到更快 就是说 他制度不愿意去动 为什么呢 因为一动制度啊 就会影响到他的技的利益 对吧 所以他是不会去动这个制度的 制度的改革 就会使这个亡党嘛 那党的所有的利益就没有了 所以他走了一条 就把这种硬件技术 这种技术啊 这种科技啊 他们这种技术引进 所以可以建很多的高楼大厦 很多的 剩很多的产品啊 这些他都可以走 但这东西呢 它可以很快造成一种 短期的繁荣 那天我跟一个朋友讲啊 我一个朋友在大陆啊 他是在上海 他就说啊 你好久没回来看上海 他变化是多大多大 他给我讲啊 实际上我就跟他 我今天举了个例子 就说 我说你只要有 只要有外国人来投资 有这个勤劳勇敢的 这个劳动人民 有这个廉价劳动力 有这个吃苦来老的这个民工 有这个聪明智慧的 这个知识分子 工程师就是像他那样子的 不管拿到哪 哪怕拿到黑非洲 照样可以这20年 对出一个繁华的这个世界来 就说这种东西啊 它并不难知道吗 难的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建立一个 很好的一个制度 一个机制 就说刚才我举了一个背景 它改革开放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说 大家不要对它的改革开放 就抱以多大的这种希望啊 而且还有多长的远景 大家要看到危机可能就会到来 那么实际上 你中共我刚才说的 它的目标跟人民不一致啊 不光是不一致 而且常常是非常矛盾的 可以说是反人民的 在很多时候 你比如说 我这查了一些资料啊 就说 他关于这个 这个出卖国土啊 还有这个让老百姓 列紧裤腰袋 然后到处去这个外援 跟这个外国啊 给他们钱 然后呢收买他们 然后呢 为中共在国际事务上 为中共说话呀 还有中共在这个 人民的这种屠杀呀 我 因为数据很多嘛 那为什么 还是有这么一种 很强的观念 就是很多人一听到 别人说中共不好 他就觉得这个人 在说中国不好 而且说这个人在卖国 为什么他会有 这样的观点呢 这就是这个 长期的那个 宣传教育的这种结果 你看他自从 他本来是打 他用武力 夺取了这个 夺取了这个政权嘛 他可是呢 他不叫建政 他叫建国 好像没有中共啊 就没有中国 就没有这个 中华民族一样 而且他这么多年 他一直在灌输这个 比较党啊 党啊 亲爱的母亲啊 党就是妈妈呀 这个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呀 他就是靠长期的 这种灌输吧 就使得这个老百姓啊 就把这个党啊 他像国家的观念 就淡没了 就变成了党 就党好像 代表着中国一样 所以老百姓就说 叫做感谢党 感谢政府 他是先谢党 对吧 共产党自己也说 亡党亡国 他总是党在前面 所以他这种 这种长期的 这种行为吧 已经混淆了 这个党和国家 这种概念 老百姓就说 你要是说 共产党不好的话 他觉得 你就是在说 这个中国不好 对吧 他就是这种概念 就是根深蒂固了 实际上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种党文化 它的来源 就是因为 中共长期的 这种封闭式的宣传造成 那我们这次的时间 也就到了 我们谢谢贺斌先生 谢谢贺斌 那我们下次节目 再见了 也感谢观众的收看 下次再见 再见